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座宏伟的球长 撑得起任何重大的比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我们正式为您来转播这场比赛 凶狠地抢队 不得不说这是很典型的产抢 将对方当场热杀 他拿到了球他选择攻门 这脚球它应该可以完成得更好一些 如果它想做得更好 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把握实际的能力 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 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轻小的传球 对方负责制造问题 而他负责解决问题 他能完成射门 这个进球算谁的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变相 这么早进球对于球员的心态和自信心很有好处 接下来他们必须稳扎稳打 巩固现在的优势 身体优势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漂亮的抢断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直接长传 将球转移到了前场 球打到中路 能起脚吗 漂亮的传递 这球要是进了就完美了 刚才漂亮的带球突破促成了这次攻门 显然边路采用的战位防守是行不通的 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 否则比分早就改写了 真的紧张 叔叔 真可耿 将球送到前掌 很好 这是他熟悉的位置 把身体把球抢了回来 西萨伊 西萨伊 将球传到禁区里 试图直塞 好像犯规了 是的 裁判判了 可能会有麻烦 不过到目前为止裁判还没掏过牌 这球用力过满了 试图很开阔 将球转移到另一侧 球转移到了右侧 长时间的传控 不过没有什么用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要到前场 现在球分到左路 他还在继续带球 有机会吗 已经有人在准备抢点了 裁判决定还是黄牌警告一下 假摔 他肯定知道自己逃不过去 虽然还是一脸无辜 不过还是骗不了主裁判 他能否接到球呢 好机会 质量怎么样 最后这脚打门能再精准些就完美了 我想他在门前的表现确实应该更好一些 这是一次糟糕的摄门 一季长传 传球 会是个界外球 没了 没了 本来组织的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平抢动作不干净 给了任一球 西萨伊之前已经得到过裁判的最后警告 他知道这下麻烦了 只要再有一次犯错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有侵略性很好 但是要把握好度 但事实证明他没能做到 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 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 在上半场虽然打破了僵局 但是除此之外 双方再无见数 接下来的比赛仍然突破全力 他们的表现不是很有说服力 但肯定能表现得更好 尽量别把事情搞复杂 只要自信一些 也冒冒失失精神失误就好了 双方的较量再次开始 阿尔巴尼亚必须尽快地扳回一球啊 让这个局势恢复平衡 你要这个大胆进攻还要坚固防守 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发挥作用 调整 打门 赶紧地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双方纠缠在一起 球丢了 啊 犯规了 给了个任意球 这个距离我觉得有点远 选择把球传进去一点更加现实 显情暂时解除 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洗洒衣 起球 直接射门 最后一道黄线了 有惊无险 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象来解决问题 本场有几次不错的阐段 但这次绝对是最完美的点范 向前推进 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 漂亮的折腿球 向外侧找到了侧翼 漂亮的脚下功夫 有机会打门 球线 球线篇出了一点点啊 西萨姨 西萨姨 进攻很有质量 渐入佳境 他们必须不断地向球门施压 对吧 苗坤 是的 的确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必须这样进攻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西萨一直接传到前掌 防线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视野很开阔 将球转移到另一侧 阿尔巴尼亚进攻还不够吸力 效率太低 传球是多 但是没能制造什么威胁 还要提得再有冲击性一些 也要更有穿透力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我看好像是阅位吧 对 是阅位 争取再进一球实在是勇气可加 不过要是搞砸的话 教练可要发火了 他们现在必须要拿住球 现在他在边路拿球 防守漂亮 太及时了 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 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 这个时候后卫也必须顶上去 这个犯规 这个判法对裁判来说 根本没有难度嘛 很明显嘛 他是毫不客气 直接飞身铲断 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 可以放心地前压 不过一旦失去球权 还是非常的危险 要到前场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 肯定让球迷们 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 死里逃生的 不过他们仍然领先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分到右侧 射门 直接长传 你仿佛可以听到 教练席上的一声叹息 我想许 比赛结束了 现在说再多也是徒劳 失败的结果已经不可能更改 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扭转败局 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太缺乏冒险精神 保守的战术 让他们吃到了苦果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本场比赛 陪伴我们的专家苗坤 谢谢与您合作 总是十分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